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贤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王尔多先生 我以为你不是好人 没想你连坏人都不是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去参加同事父亲的生日夜 事业有成的同事 在台上答谢来宾 他讲了一个故事 还没听完 我就泪流满面了 那些年 才十岁的他 一直在老家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只有到过年 父亲才会回来 西装革履 却只能拿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他在心里隐隐恨上了父亲 认为他不是好人 在外面的花花世界 把公司挥霍了 十六岁那年 万迪太重 把他的腰都压弯了 同事突然就哭了 他以为父亲不是好人 没想到父亲连坏人都不是 他虽然过年时 穿着西装回家 却只是一个 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的 最普通的服务员 我们总认定父母不完美 却不知道 他们一直在向这个世界 低声下气 如果不是那次网贷 十九岁的夏双 永远不会知道 母亲愿意付出多少 夏双职高毕业后 在美容店工作 收入不高 为了消费和其他需求 他不断向陌生人 借取高利贷 虽然每笔数目只有几千 但还款总额 很快滚到 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贷款公司 甚至找到了夏双的老家 向他的父母 一次次讨债 夏双的母亲 拿出了家里全部的存款 他还瞒着老公 借便了亲戚 一共为女儿 还了十一万元 但女儿欠债的数目 实在太大了 最后 这位母亲选择了 喝农药自杀 自女儿进职高读书后 这位母亲 第一次出村庄打工 这次 她也许人抱着侥幸的心理 如果我死了 追债的人 就不会再纠缠女儿了吧 这是我的同行 采访的一则真实新闻 不少网友留言 说这位母亲不值得 可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父母选择倒下 是为了让你立起来 那他们就不会选择站立 我已曾经是个 不懂父母艰难的人 直到参加工作的第一年 公司新员工团建的内容里 有一项是 不借助任何外力 用五十元度过一周 虽然只是买最便宜的盒饭 但到第三天 我就只剩下了十五块 剩下的三天 我每餐吃一个拌馒头 在鸡肠鹿鹿里 终于熬过了一星期 最后的总结会议上 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原来生活这么不容易 突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 小时候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父母为了供养 我们兄弟两人上学 经常一个月 都用不了二百块钱 穿最朴素的衣服 生病了也不愿意去看 大三下半年 有次 我没告诉父母就回家了 大中午的 餐桌上竟然只有一碗豆腐 还是早晨剩下来的 去过远方 才会知道父母情长 才会知道 他们愿意为我们 过最差的日子 我们最后都过上了 想要的生活 但所有值得炫耀的片段 都是因为父母的牺牲 才完整 看过一组刷爆朋友圈的照片 西安火车站 一位摄影师 拍到了这位农民工 顶峰冒雪等生意 他脸色蜡黄直流鼻涕 不断咳嗽打哆嗦 手上拿着面包大口吃着 吃着吃着 他突然低下头哭泣起来 这是谁的老公 谁的爸爸 又是谁的儿子 为什么刚刚过完年 他就匆忙离开老家 到城里来讨生活 来找一份脏钱类的工作 没有人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他这么拼命打拼 是为了让子女和家人 过得更好一些 他们才不会在乎旁人的眼光 他们最在乎的 是能不能迅速找到工作 因为晚一天干活 就意味着要晚一些 给家里汇款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岁月静好 就会多少冷暖自知 每个苦苦坚持的人背后 都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你过得无忧无虑 不过是父母帮你们扛着 终究有一天 你会发现 哪有什么诗歌和远方 我们所有的良辰与吉诗 不过都是踩在父母的肩膀上 是他们 帮我们收拾了 这一地鸡毛的生活 虽然他们是普通人 轻易会消失在人群中 但当索取的时候 他们只怕给予的不够 就算他再弱小 就算他平时再不起眼 为了孩子 他们也会以一个父亲 或母亲的名义 与生活针锋相对 孩子就是他们的血 是他们的肉 是融到他们骨头里的牵挂 孩子是他们的第二次投胎 这是一场盛大且深情的遇见 而最好的关系 就是我懂得你的不容易 并心存感激 愿你懂得父母深厚苦 愿你懂得父母世道难 为人子女的终极使命 就是接受父母 只是一个普通人 并慢慢懂得 他们的不容易 谢谢你们 愿意做我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休息 Together